文章来源冰川思想库 我一直想搞清楚我到底在股市里亏了多少钱 但作为一个股灵接近30年的老股民 我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当年我辗转在多家证券公司开过户 那些证券公司搬家的搬家 更名的更名 合并的合并 早期的银行存折 证券账号也早忘了 已经咬不可查 牢不可破的记忆是 我的炒股史也就是一部亏损史割肉史 营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在深圳一家金融内日报边复刊 由于报社几乎人人炒股 我也很快从自我营造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文艺氛围中走出 在同事的鼓动下 开立了自己的证券账户 走进了自己的投资理财新时代 记得是1997年 我写过一篇叫《谷海笔记》的小文章 在几家杂志发表过 略略弥补了一下股票的亏空 现在有必要引述其中一段 记得第一次赶往证券公司交易大厅时的情景 那万头攒动的壮观场面 顷刻间令我血液沸腾 兴奋异常 两面墙上闪烁着巨大的电子屏幕 不时跳动变换的数字 犹如一双双 犹露出微秘神色的眼睛 暗示着哪里是陷阱 哪里是高地 不断有人永生来 汗臭味混合着脂粉器 在空中弥漫 我紧紧捏着一个装着银行存折 股东代码卡及身份证的大信封 不时被人流推来几句 以前只在图片上 见到过1992年深圳股市的狂热景象 眼下仿若是光倒流 我是彻底的身临其境了 一种新鲜而刺激的感觉 紧紧包围我 我不顾朋友 关于股市将调整眼下不宜进货的劝告 尼修一样从一个柜台挤到另一个柜台 胡乱买了一只股赶紧退出来 心里说 嘿 咱也成了一位股东 股东这个词在我以往的想象里 可是笼罩着令人炫目的金钱光泽的 之所以要贴上这么长长的一段 主要是为了给出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股民 增加一点现场感与历史感 让习惯于在电脑或手机里操作股票买卖的他们知道 当年 炒股真的是热气腾腾的 像菜市场一样充满烟火气 出涉股市的我 一度短时间内获取了相当于好几个月薪水的浮盈 很多人和我一样 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 认为股市就是提款机 股市继续燥热升温 直到灾难悄无声息的来临 知己还记得 随着人民日报一篇 关于正确认识当前股市的社论出笼 股市的逃生大门被哐当一声关上了 几乎所有股票连吃了三个跌停板 那也是我经历的第一轮股灾 此后股市涨涨跌跌 我的账户资金也起起伏伏 曾经有过一天 浮盈八万的记录 我是所谓的左侧交易者 即在股票下跌时买入 记得那次是在跌停板上 重仓抄底的一只股票 到收盘时被暴力拉起 奇迹般变为上涨七个点 但更多的时候是抄底失败 地下室还有地下室 最后不得不割肉出局 而且相信很多人在股市 和我有一样的体验 一买就跌 一割就涨 你积取教训 不轻易割肉吧 它就跌得更凶 你实在忍无可忍 挥刀自攻吧 它立马满血复活 反正就是不把你气得吐血不罢休 赢啊 回忆我的潮股史 最令我垂胸顿足者 是2007年左右 当年我自己发掘了一只股票 叫ST有色 即现在的广盛有色 当时股价才三块多 为了写这篇文章 我特意找出了当年的日记 在日记里 我罗列出了买入它的理由 如它属于稀土板块 大股东为国资 不可能退市等 我满怀豪情地写道 相信它终有一天 会成为一只百元股 结果呢 它涨到四块多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卖了 想做个波段 等它下跌后 接回 接下来呢 它再没给我接回的机会 主要是我不习惯在更高位接盘 眼睁睁看着它一起绝尘 到后来 最高价真的突破了一百元 如果 如果我在三块多 买入的十万股 守到最后 我想我现在就不用费劲地 在这里敲键盘了 当然 这样的如果在股市里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记得某年 有人发了一个帖子 只要跟对目标 一个亿的小目标 轻松实现 帖子中写道 以初始资金十万元计算 一月买入太阳电缆 二月买入江亿银行 三月买入西部建设 四月买入异东装备 五月买入北京科瑞 如此累计 账户资金将变成一个亿 有好市者很快就跟发了一个帖子 有张车票回家过年 仍是以初始资金十万元计算 一月买入开尔新村 二月买入详员文化 三月买入安众股份 四月买入超讯通信 五月买入龙溪股份 如此累计 到十二月份 十万元将变成一百多元 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 未必买得上 后者恐怕才是股市常态 03 对很多股民来说 最令人心悸的记忆 恐怕是2015年的那一轮股灾 当时大盘出现流动性枯竭 连续开盘及跌停 针对股市的熔断一词 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那轮股灾我也没能躲过 连续挨了几天梦棍 但对我来说 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发生在2023年 我在一块多的价格附近 买入了紫心药业 这是东北一家 以种植人参为主的医药公司 我看有报告说 该公司有存获60亿 而彼时市值还不到这个数 认为有一定安全边际 于是毫不犹豫地买入了 准备做长线投资 没想到 他一直跌跌不休 直到2023年6月15日停牌 最后交易价格定格在0.37元 市值4.74亿 比此前高点16.56元 只剩了点渣 退市前 紫心药业还有股东接近11万 很不幸 我就是那11万分之一 目前 该公司在新三板上交易 价格为0.15元 问题是你基本上卖不出去 这是我在股市交的最大一笔学费 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某机构运用智能机器人模拟炒股 最终因巨亏 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 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一种科学与理性 而股市背后是一种极其复杂 无法精确计算与量化的人性 或者说 炒股在很大程度上 炒的并不是技术 经验 而是性格 所以 近些年我逐步从股市里撤退了 因为我发现 我这样的人 并不适合在股市生存 每一个在股市中搏杀的人 现在有一个词叫金融消费者 都需要先认识你自己 有些在股市场里的股市场上 都需要确定